因為好像那位主角這樣說 可能他之前很重的技巧 他很緊張每一個細節 他希望人人的認同去讚美他 但最後的時候 原來發覺當他自己唱不到歌的時候 或者他的聲音未必是最完美的時候 但是只要他用心唱的時候 原來神是都會用這些聲線 去祝福和去感動聽的觀眾 這個我覺得對我是一個很大的提醒